大家好 老师好 我叫王岳芳 我29岁了 然后我是河南新乡的媳妇 安阳华县白道口的闺女 然后我老公是城市了 我家是农村了 今天有幸福心愿 有 来 上行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跟老公写一首他自己的歌 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愿 因为从我们两个一结婚 就是我比较傻 但我老公他属于 就那种可爱操心的那种 他本身是一个 特别有才华的人 那可不嘛 找一个没心没肺的 肯定自己要操心呢 对吧 其实他可渴望有一个舞台了 然后呢 我就可想给他写一首歌 你会唱歌吗 我会唱 要不人家叫我 毕妈永哥后了 你叫毕妈永哥后啊 对呀 那你三首我听一下 那就唱一个 后知后觉 后知后觉 那可高调高啊 来 直接进入副歌部分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你说你老公比你还能唱 真的 我通俗就跟他学 我原来大学时候唱民歌了 所以其实你老公现在是干什么 现在做培训教育 所以其实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愿 是希望真正有唱歌才华的丈夫 能够有一盏歌喉的机会 对 你老公叫什么名字 他叫乌玉正 我都叫他正哥 来有请正哥 嗯 正哥 确实很帅 你好 老师好 你可算来了 管管你们家那傻媳妇 嗯 正哥 你哪找的这么一奇葩媳妇 啊 这他找的我 还是我想嘛 那时候不是 我从农村出来嘛 家里也比较贫困 然后呢 我是在他们那上学 叫河南师范大学 学的唱歌 就是声乐专业唱的民歌 然后有勤工俭协 然后我就出去晚上 会接个割的活 就是那种路演 然后有一次 就是唱完太晚了 然后我晚上回去 我就打出租车 然后打出租车 就打到他了 他是低歌 对 然后上了车之后了 不是快到俺学校了吗 嗯 他就扭链 哦 娘 到了五块钱 啊 他一扭链 看 看死外娘 那种感觉 你能不能不那么色呀 然后呢 你给钱了吗 那个没给 我知道你肯定没给 是吧 当时他就耍了一计 其实是有钱的 但是就为了要我电话号码 你不给我 就补下这车 那当时我也不能就 因为这事一直拖着 我不去做生意也不好 那就把电话给他了 我第二天我能给他打电话 一打 喂 四哥 不是也做天 那个没给你欠那个 我说你啥时候有空呢 叫我把钱给你送过去 然后他说 哦 那不用了 不用了 他觉得可不容易 他说你改不容易 惹不上级就躲你吧 我一想就不要 不行呀 就不要 我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然后 我都之后一直打 一天将近 打个二三十个电话 你不怀啊 烦死了 他打电话没别的事 就是你在干嘛呢 其实借口是 给我这个车费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吧 我就就为这五块钱 再从那么大老远 跑销去拿这五块钱 还不如浪费的油钱 隔了又两礼拜了 他给我回电话了 喂 看 哎呦 难胜 我说喂 他说 我快到乃乔奥门口了 然后呢 你出来给我送钱吧 然后呢 我就竟然请示 最漂亮一个女孩的 像老是这么好看 一个女孩的裙子 还是个带花的 灯个绿色的高跟鞋 真高 我都 就花枝招展就出去了 当时那个情景 就是我们看 那个少林足球里面 那个赵薇 就画了一张脸 她这个脸型 也是那个方方的 然后就发的那眉毛就好 特别粗的那种 你有感觉吗 那吓我一跳 哈哈哈哈 当时我就一下给震住了嘛 然后她去上车 我就愣了有三秒钟 我说 啊 就当时感觉就是 啊 这肯定是专门为我精心制造了一番 嗯 我说咱不能特别伤他 哈哈 说两句话就是 把钱给了 然后她就说 赛哥 但是咱中午一块吃个饭呗 敢跟他吃饭 哈哈哈哈 吃就吃吧 是我强烈要求了 就不明白 你怎么就把他给收了呢 当时就没想 就吃完饭 我就速战速决 吃完买单走人 是我收的他老是 哦 我以为他为名除害了 哈哈哈哈 你后来怎么被收的 后来然后就 他就走 就再也不接我电话了 然后然后 然后有一天 他我在学校正隔浅室了 然后我就见他开个摩托车 嗡嗡就到了学校了 啊 接个女孩 接个女生 哦哦哦 谁 你的女朋友啊 她是她 这儿都不应该要做过了 说明了 因为你最后走 我对眼前就给它 这儿子 在这个隔游行 你就可以拿到 这儿子 他在这里 月人 一小隔游行 在这里 一直到来 就像一个 这儿子 我对你 你们 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腿得直 我的腿不直 然后他就说 第三就是不能是学音乐的 唱歌呀跳舞 你还明明是个学音乐 对 还是唱歌的 我直接一听头都蒙了 然后我说那行吧 还笑着 那还是朋友 然后我就走了 走了 我正好在学校 河南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 我拿了第一名 第二天就去郑州 就去做会演了 大概演到第四天 他给我发了个短信 安香你了 过该了 就说了个这 对 这是真的 你一直拖着人家不答应 这会儿你反过来说我想你了 其实不是当时拖着他 就是当时就是把他当成一个朋友 就在一起一直吃喝玩的 就这种的 但后来他对我表表完之后 我那三点确实不是因为他做的那三点 当时因为我也特别的黑 我个子也不高 那为什么不能是学音乐的 前两点我可以理解 因为我之前坐过出车 修三轮车 餐厅服务员 搞过运输这些我都做过 然后做完之后呢 觉得我自己还是喜欢音乐这东西 我就去走穴去吧 走穴呢 我觉得这个走穴 有某些小团的小的一个氛围 它的那种感觉不太好 我就觉得我要找老婆 不能找 就是搞文艺的这种